我有一位女兒, 今年四歲半 她非常有趣 我們一家人現在住在北京 但是因為工作關係 我經常要四海為家 一時這裡, 一時那裡 但是每次分開, 當然很捨不得 尤其是她, 我不敢帶她送機 因為她在機場, 一定會哭得很厲害 轉機場的人都知道 所以有時間我會盡量飛回去陪她們 或者飛她過來見我 有時間還會帶她們去旅行, 到處玩玩 其實小朋友的成長過程真的很奇妙 她的每一個表情, 每一個小動作 你和她的每一段對話 都可能會令你有所觸動 甚至可以領略到人生的道理 以下有兩個關於小朋友的故事 我聽到之後覺得很感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天, 有一位媽媽 她就問她的女兒 她說, 女兒, 如果我們出去玩 玩到這麼久, 覺得很口渴 但又忘了帶水 女兒的書包裡有兩個蘋果 女兒, 你會怎麼做呢 女兒就摺起她頭, 想了一分鐘 然後就很開心地回答她媽媽 我會每個蘋果咬一口 媽媽聽到之後很失望 差點衝口而出, 要罵她的女兒 為什麼這麼自私 後來她改變了主意 很溫柔地問她女兒 女兒, 可否告訴媽媽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呢 女兒一念童真地回答她媽媽 因為我想把最甜的給媽媽你吃 媽媽聽到之後 感動得差點哭出來 而另外一個故事 是說有一位爸爸 有一天, 他在洗自己的車 洗完後, 他突然發現他的兒子 蹲在車門邊, 拿著一顆石仔 不斷在那裡畫的車 爸爸看見很生氣 立刻衝到兒子裡, 一巴掌掌 兒子被打完之後 當然很不開心, 蹲在那裡不斷哭 爸爸後來看回車門才發現 原來兒子畫的是爸爸, 我愛你 一直以來, 我認為每件事 都應該要聽清楚, 說清楚 千萬不要妄自判斷 就算是你最愛的子女 最愛的家人, 也不能例外 如果不是, 很容易產生誤會 內心去傾聽、溝通, 是很重要的 現在自己做爸爸, 才明白到 原來為人父母是不可以蹲起的款 甚麼都以為自己適合 我們應該嘗試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了解他們在想甚麼 用他們的語言去告訴他們 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其實在教育他們的過程中 自己也會有所得著 我正在學習, 怎樣做一個好爸爸 希望大家也是 我也要來看 他要看 他們是有事 他要看 他要看 他要看